我找你出来是想问你 要不做我的搭档 拍个电视广告 算了吧 你别哄我了 我很感谢你 可是我没那么大野心 是为了赵雨天 你害怕跟我合作 会伤害他们 有一件事很好笑 通常伤你最深的人 永远都是你最爱的人 但是我可以理解你的想法 不过你这样默默等待的 也不是办法 如果你根本无法引起 他对你的注意 那他怎么会在意你 我的建议你考虑一下吧 我会等你的回应 你可不知道 站上船上什么样子了 大家都说呀 乐瑶这个小丫头啊 这下子可嫁不出去了 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我们家乐瑶已经有男朋友了 也是模特 又高大又帅气 等一下你见到了就知道了 跟我们乐瑶在一起 那可是金童玉女啊 我们乐瑶拍的那是艺术照 是艺术你懂不懂啊 正好 你顺便回老家 给我的宝贝女人乐瑶啊 屁屁瑶啊 我现在很忙 有急事要回公司 我不能去 小丫哥我求求你了 我爸说就算是演戏也好 做做样子 小丫哥 我真的不想让我爸这么难过 我长这么大 从来就没这么害怕过 万一我爸他 我求你了 他会被我气死的 小丫哥 我爸老爷还在医院里等着呢 你只要跟我见一面就行 你什么都不用做 我老爸就是想让老家人知道 我过得很好 有一个疼爱我的优秀男朋友 乐瑶 你不觉得这样子做 只会让他们误会更深吗 小丫哥 我绝对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不会让你负任何责任的 你就当作是演戏了好不好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次啊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你被我利用的还不够吗 我们之间 就只是这种关系 我怎么对交往和金姐 难道你都没有看到吗 还有韩其商 我们在交往 我就是这种人 拜托你清醒一点 你在我身边只会摔得更惨 你已经长大了 要勇敢一点 你回去吧 小丫哥 对不起 我知道你很忙还要来打扰你 你只要接我一个电话就行 你让爸老爷听听你的声音好吗 我拜托你了小丫哥 爸 爸 爸老爷 李真人呢 他拍广告走不开 爸老爷 我让你男朋友在电话里给你打上招呼吧 好 喂 小丫哥 你在忙吗 你帮我跟爸老爷说几句话呗 他可追星了 廖瑶 你闹够了没有 还有我怎么跟你说呢 我们之间就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不要再自欺欺人 也难道这么大吗 这 这什么意思啊 老龙 我还得干口球 我先走了 我 沈沈你等等 她一定在拍广告说台词啊 老爸 老爸你怎么了 爸 爸你怎么了爸 啊 让医生要快来呀 不是转好转了吗 小丫哥 他人呢 他 他晚上有笑 应该忙忙了就会过来 怎么可能过来 乐瑶求他都求成这样了 他说让我勇敢一点 什么叫勇敢 是笑着看他离开 还是哭着求他说爱我 我不会再这么傻 傻到这么伤害我老爸 他会后悔呢 我不会放过他 你们快告诉我 怎么能让他身半凝裂 怎么能让他身半凝裂 没想到乐叔他病得这么严重 别拿走 你怎么能让他身半凝裂 可能才能让他身半凝裂 你都不得了 你还能让他身半凝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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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来 乐阳往路走红的事情 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对吧 你有替他考虑过吗 他是女孩子 早晚一天是要结婚嫁人的 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他怎么面对以后的老公和孩子 这些问题你都考虑过吗 当初不也是你让我对乐阳负责 帮他重新站起来 他自己选的这条目 就应该勇敢地走下去 乐大叔现在因为你还病重躺在医院 乐阳伤心还来不及呢 你流脸就长上金沙做的心趴呢 难道这就是你对他说的负责任吗 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可以把这些话说得这么冠冕堂坡 难道你李真做每一件事情伤害别人 都可以当做自然而然的事吗 说到底 你是来谴责我 对你犯下那些过错吗 没错 你被我伤害过 但我又何尝不是 看到你跟赵玉田那个家伙 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我很嫉妒 我心痛 但谁又能了解我 你走吧 我一定会朝我自己的方向往前走 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人打拼 我也会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成功 我要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 今天我来这里就是告诉你 这种事情 绝对不可能发生 我问你 你每天都干些什么呀 你让金山跑到东南去拍摄 南庄广告 给别人当绿叶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不 不是 要趁这个机会 用金山 把封上的黎傲夫换过来怎么样 李总啊 你不正想这样吗 什么意思 我能有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黎傲夫这个丫头 虽然年纪不小了 但是说到专业条件 那是没得说呀 当初我在封上的时候 我早就说过她是一座奇葩呀 我看我们应该把她挖过来才对呀 是吗 我感觉呢 黎傲夫这个丫头 是蛮机灵蛮懂事的 李总也应该会喜欢她 这种事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不用跟我商量 好好好 好 我懂了 不好意思啊 喂 我是 万警官 你好你好 你说 警察就交给你搞定了 她很在乎你啊 只要你一句话她马上会回来 可是 怎么啊 觉得对不起宋娇阳啊 没勇的家伙 你看看李贞 又是宋娇阳又是乐瑶 还有死掉那个 现在还有东南的瘸子 大千金小姐 你什么时候才能学学李贞呢 男人要想成就事业 就要懂得把感情也当做生意 笨死了你 听到没有 为什么不去呢 就是因为金沙喜欢你 让你觉得有负担了 所以她现在被李贞抢走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 让李贞把你PK掉呢 你怎么口气跟罗老板一模一样 为了达到目的 感情也可以用来交易和利用 那跟李贞有什么区别 这怎么能说是利用呢 你自己不也说金沙是你的朋友吗 难道你就不能替朋友想一想 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李贞利用 好 天哥 你觉得我出来 就没有话要跟我讲吗 大九 我希望你拒绝东南的那个广告 李贞那个人 为了达到目的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跟她走得太近 对你没有好处 乐游 娇影 还有王锦致 你都看到了 天哥 你干嘛跟我说这些呢 因为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 我心里真有教养 好了 天哥 我知道了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会去做的 最后没想到变成我们两个的合作了 这不是你真想要的吗 这不是你真想要的吗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可不会施展什么美男计 至少这辈子都不行 为什么还是这样 还有花 我要是玫瑰不是这个 你们不想要是玫瑰 没有在听我说话 刚才的广告 你们派得很投入吗 你一向都是这么有女人缘吗 只可惜都是聂缘 我宁可她没有 倒是我们两个 现在已经被绑到一条船上了 什么意思 我的征服是网上商城能经营得这么好 多亏有东南的帮助 你有没有信心跟我一起 再把政府室做上一个新高度呢 怎么 你有新的计划呢 这一款不错 但是你给我估计一下 这一套的成本是多少 三百多三百五 三百五 你来得正好 我跟你说件事 下一季如果秋冬庄 还定位在两百块钱以内啊 很困难 因为现在各种成本都在上涨 那就控制在两千以内就好了 什么 你疯了 我们是靠走平民路线大众消费才走到现在的 两千块钱一件 有人买吗 大家都以为透过网路只能卖便宜货 我就是要打破这些偏见 有高档消费需求的人也是会上网的 而且我们可以加大产品的附加值 我们不能永远只做这种低利润的深夜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改变市场定位 抓住高端人群 定位的调整 说起来倒是简单 但实际操作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啊 工艺上来说 有东南这个大牌 做后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我们主工应该还是设计跟面料 而且丁度 你这块品牌营销的部分也很重要 我们要让消费者走出 我们只卖便宜货的误区 哦 你说到设计啊 我突然想出来一件事 我在你的书柜里找到一些设计图 可以拿来参考吗 可以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设计都相当的成熟 谢谢大家 哦 这不是以前那个江苡姐给奥尔赛斯做的设计吗 毕竟也不是她一个人 这是李珍雇用她做的 我们用也是合法的 哦 这不是以前那个江苡姐给奥尔赛斯做的设计吗 毕竟也不是她一个人 这是李珍雇用她做的 这是李珍雇用她做的 我们用也是合法的 这一句话了 不管怎么说里面还有我的钱吧 啊 我知道 我最近确实比较忙所以 你不会是看到生意好起来 就想把我踢开吧 就像当初对付罗老爸那样 哼 不过我可告诉你 我跟他可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走动 哼 在我面前 我谅你也没有那个能耐 对了 公安局的人来过了 问起你以前那个工厂火灾的时候 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就是随便问了几句 我可不关心你有什么小辫子被人揪住了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 到目前为止 能撑着你的只有我 你懂吗 所以我提醒你 在我面前不要玩什么小花招 我明白 周董 我还有些事 我先走了 真巧啊你大学哥 我们好久不见了 我前两天刚刚经过你被烧毁的工厂 听说是拿了不少保险金吧 这事儿真不错 把不赚钱的工厂烧毁 拿上一笔保险金 这可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万队长 你每次办案 都是靠这种荒谬的想象力吗 没办法 罪犯通常是荒谬的人 好了 不打扰了 再见 你还疯过火 这你也信 是我以前一个厂房业外着火 是我以前一个厂房业外着火 那次的损失 差点翻不了身 不谈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准备把征服事交给你 怎么样 交给我 没错 完全你都难能倾下运作 我只抽百分之二十 你只是希望两家合力 行星更强大的力量 来对付你输手 对 你总是这么善解人意 谢谢你别夸奖 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 那很值得期待 你很快就会知道 好 韩总 客人已经到了 在里面 这就是送给你的礼物 对不起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一个很大的惊喜 对吧 东南的广告 我打算重新拍摄 为什么 而且 我已经给你找好了新的搭档 宋张扬 你这个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在谈公事 请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上次你跟李奥夫合作的那条广告 我跟公司高层看过了 都不满意 所以不满意 现在由我亲自做了脚本 重新拍摄 原因就这么简单 好吗 怎么样 跟李真合作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是专业的模特 这么好的机会 当然不会错过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要接受 干嘛为难自己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工作上的事情找我 我都可以接受 没有什么好为难的 倒是你 我希望你出色的表演 不要受到我的印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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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有空啊 这种工作 也需要你来监督吗 你是担心我跟李真 还没有分手吧 没错 不是对她有兴趣 那正好 她对你也很有兴趣 你有很多她需要的东西 我也是女人 不太相信女人 能够这么容易地 忘掉一段感情 不管怎么样 我们曾经也是多年的同学 我所认识的宋焦阳 不是一个容易忘情的人 忘掉一段感情 最好的办法 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李真做得比谁都强 那最好 我希望你们言行一致 顺带说一句 我不喜欢那些对我献殷勤的人 但是李真 从来没有 帮她加点腮红吧 脸色太白了 真搞笑 老大导演 我当初就是被你的殷勤所打动的 刚才韩岐山竟然跟我说 她喜欢你 是因为你从来不嫌殷勤 你还真有影帝风范 没考虑过转型吗 各部门准备 准备撕拍 3 2 1 AX 咔 不行 没有情绪 再来一遍 咔 咔 过了 来下个机器位子 咔 我哪里有没有 我没有的 我没有想过 我刚才会是 那些什么事 我真的想过那些那种事 就想过那些事 不决定 我只是想过那些事 我会想过那些事 那些事 我会想过那些事 我会想过那些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辛苦了 不用客气 这是我的工作 你跟我从前认识的那个宋娇阳大不相同了 我很好奇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理性呢 似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工作归工作 感情归感情 这些都是坐在你车里那个人教我的 你大可不必担心了 征服饰将会成为东南旗下的品牌 由我全面负责 下个月我会办一场秀 如果你愿意 主秀的位置我可以留给你 只要价钱合适 衣服又做得不算太难看的话 我当然没问题 这你不用担心 所有的衣服都由我亲自设计 再加上李珍的帮助 我想一定比从前有更大的突破 你说是吗 李珍 那提前预祝你们成功 雨天 我们走 为什么不下车了 大家一起聊一下 我累了 你再生我的气吧 气我故意找宋娇阳来拍广告 气我刚才说的话自己倒塌了 如果我生气 也是因为你不信任 是吗 我应该信任你什么呢 相信你心里已经没有宋娇阳这个人 还是相信你教会他的事情 你根本自己都没有忘记 好 你的沉默已经给我答案了 从现在开始 韩岐山跟宋娇阳的战争又一次开始了 不要你知道 这一次是因为你 开车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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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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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谁啊 谁啊 别敲了 谁啊 老师 你 大半夜的 你们家着火了 是 我这里着火了 火都快要喷出来了 你 你怎么了你 老师 你说我为徒吧 你让我打扫卫生 帮你烧饭做菜都可以 你让我烧八大菜洗给你都可以 你让我跪下来伺候你也可以 只要你肯收下我 你大半夜的跑到我这儿来 就是来跟我说这个 你要给我当保姆吗 老师 我是认真的 我会很努力 你 我错了 我收回我之前说过的话 当一流的模特根本满足不了我 我现在要当一流的设计师 马上就要 好 你这受什么刺激了吧 我是受刺激了 我现在一肚子的话都不知道可以跟谁说 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就是李天 但这些话我偏偏不能跟他说 真是见了鬼了 我被你弄糊涂了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以前我是设计师 李珍是起话 那个时候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设计上 那时候我没日没夜的画图 但是我觉得很幸福 因为李珍告诉我 他会跟我一起席卷整个时装界 但是现在呢 他掉头找上寒气山了 那我之前的一切到底算什么 你这么晚来找我 就是为了说这些屁话 你不怕我发脾气把你踢走了 老师 只要你肯收下我 你对我怎么发脾气都可以 安姐 我先走了 你们再聊会儿 没事儿 你们啊慢慢聊 他呀跟我胡说八道了一晚上 正好 我已经被他的疯话弄得烦透了 还是你们两个疯狂的人好好碰撞吧 我先走了 阿姨 家里还有个帅哥等着我呢 帅哥 你好像跟我说你是一个人住牌 是德维 是德维 我的狗 我要带他去散步了 我非常抱歉 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们两个人刚刚亲人一点点被你打断了 你选择败师学业的时候选得真好 你总是要说韩其参是吧 女人的嫉妒心最少也是一个定客 我没有嫉妒她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和李珍继续重新开始 或者选择漂亮的报复 我可以帮你 但我从来不受庸才 要想败师学业 你就得经过考核 你还不想回家吗 好了 后天下午三点准时报到 我一定会找到的 不行 你是我好不容易栽培出来的模特啊 我不会影响摩托儿工作的 你说得轻巧 到时候你还有时间锻炼身材 保养你的皮肤吗 你整天顶着熬夜出来的黑眼圈 怎么当模特拍广告啊 你有这个想法 未必不是件好事 现在冯入松是咱们传奇的签约设计师 他给你当老师 也算是帮传奇培养人才 你说呢 还是李总高瞻原主啊 那么大型秀你偶尔走一下 其他的秀就不用你了 谢谢李总 谢谢罗老板 那我先回去找冯老师了 来 慢走啊 李总这招可真是厉害 用李珍的前女友来对付李珍 就等于掐住了她的软肋 也就是说 你还打算继续跟李珍扛下去 这件事情已经跟李珍没关系了 只是我不想再输在韩七山 她都已经下午向楼战书 我没理由不应战的 是吗 你不也希望早点穿上我设计的衣服吗 干嘛还扑我冷水 交友 如果是为了你自己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你 可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当A级模特 当设计师 有哪一样是你自己想要的 你做这些 都是因为放不下李珍 是不是 没有什么放不放得下的 都只是时间的问题 可我真的不想 再看到你受伤害你 雨天 我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脆弱 我会调整好我自己的心态 送我去冯老师那儿吧 老师呢 你总算来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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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这些呢 是今天新到货的布料 在送进工厂之前 老师让你把这些都整理好 这么多 怎么整理啊 把这些呢 分门别类地制作成标本 特别标清楚产地 成分特性 还有适合哪类服装 你只有两天时间 特别指定你一个人做 这些东西 没有十天八天 根本弄不完 他在耍人玩呢 老师说了 如果你玩不成也没有关系 没关系 但是你以后啊 就不要再来这儿了 没问题 我一定能做到 韩总 我们以前大概订了五十款出来了 还差四十款左右 你看 是不是需要做些删减 否则的话压力太大了 不必了 压力就是动力 就四十套 一套也不用剪 时间紧 不用这么逼自己 做到扫儿精也一样出彩 出彩 对我没有意义 我要的是全面的成功 怎么说 这也是我的第一场秀 不能有半点将就 这次 如果我们的秀 和冯入松的秀离得很近 媒体难免拿来做比较 以他的才华和资历 你的意思是我的资历和才华不如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 冯入松 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我在巴黎学了那么多年的服装设计 未必我就不如他 有信心就成功了一半 不过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吗 知己知彼 白赞不黛 我看是不是要去冯入松那边 不用了 我有准备 我 我 不 不 不 我 不 不 不 我 我 不 我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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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跟韩岐山合作筹备服装秀你知道吗 而且两个人看起来挺亲密的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但是我跟李珍之间真的没什么了 所以她现在跟谁在一起那是她的自由 我无穷干涉的 以你的性格你做得到吗 娇阳 我曾经亏欠过你 真的很想补偿 韩岐山现在调我去做她的临时助理 如果你需要我帮助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 谢谢你 不过我真的需要点杯咖啡 等会儿还有的忙呢 还说要两天时间 我不到四十个小时就搞定 走 坐这边啊 老师呢 老师不是说晚上来验收吗 老师临时有事所以就没来 不过老师已经交代好新的任务给你了 新的任务 对 老师说了 让你把这里所有的布料和我刚拿来的 做成一百种折奏造型 一百种 你没听错吧 这是老师亲口交代的 老师还说一个大师的灵感 可不是一拍脑袋就闪出来的 如果你没信心就别干了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回家了啊 一百种 我就不信我设计不出一百零一种 漏小姐 我想和您说两句话 医生 说老爸可以出院了吗 出院不可能 现在病床这么紧张 能入院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 你爸的病情很不乐观 还要进一步观察 观察 观察到什么时候 住院这么久了一点好转都没有吗 是这样的 现在这种药呢 效果确实一般 我正要跟你说 如果经济不紧张 最好是换成进口的新药 那 那要加多少钱啊 差不多每天两百块吧 好玩吧 好玩吧 谁在造谣说风沙呀 怎么说乐谣也是超模 他绝不可能参加那种总秀 两百块钱 你开什么玩笑 江经理 我去我去 你替我使劲接活吧 什么活都行 越多越好 你这个傻子 我们这是保护你 对你好啊 我不用你们保护 我要的是钱 都几个月没通告了 还挑什么挑啊 乐盈 不是我们不给你工作 现在稍微上点档次的演出 人家都不愿意用你 当初我不是没劝过你 炒作这件事就是把双刃剑 你既然选择了 就要有勇气面对 那就解约吧 解了约我可以去当野魔 走夜场拍三级片 别说气话 没有 毕竟你曾经是超模 等这段时间风声过了 我们会想办法替你安排演出 我不能再等了 我要赚钱替我老爸叫医药呗 立刻现在马上